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常年期第21主日 如果你必须面对生活突如其来的改变 却无法完全理解时 你会怎么做 让今天8月25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我们相信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六章第六十节至六十九节 那时候耶稣的门徒中有许多听了 便说,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 耶稣自知他的门徒对这话窃窃思议 便向他们说 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 那么,如果你们看到人子 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 将怎样呢? 使生活的是神 肉一无所用 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 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 就是神,就是生命 但你们中间有些人却不相信 原来,耶稣从起头就知道那些人不信 可谁要出卖他 所以他又说 为此,我对你们说过 除非蒙父恩赐的 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 不再同他往来 于是耶稣向那十二人说 难道你们也愿走吗? 西满伯多路回答说 主,为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去投奔谁呢? 我们相信 而且已知道 你是天主的圣者 感谢天主 在《若望福音》第六章 耶稣开始跟追随他的人们 提到生命粮食的道理 说 谁吃我的肉 并喝我的血 必得永生 便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他内 耶稣说的是一个信仰的奥秘 不是靠人的逻辑思维 能够去理解的 因此 许多人因为想不通 就拒绝了耶稣的话 说 这话太难了 谁能听得下去呢? 于是离开他 今天 这样的人仍然处处都在 他们渴望认识真理 认识真正的天主 但却只想接受符合他们逻辑格局的天主 他们忘了 天主之所以是天主 就是因为他超越人 而有关他的真理 除了靠理智去了解 还需要靠信德去体验 如果我们太快拒绝天主 以及那些目前我们不明白或不能接受的道理 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慢慢认识耶稣 与他建立关系 让他带领我们去体会和明白 我们很可能就像这些离去的门徒 无法品尝到信仰的精髓 其实 真正的信仰之旅 不会让人安逸 因为圣神不停地会带领我们 突破人小心翼翼所建起来的宝障 为使人越来越超脱自己 信赖天主 今天 伯多禄给我们立了榜样 虽然 我们知道他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但他没有放弃和耶稣的关系 愿意完全投入 接受耶稣的教导 且努力身体力行 结果 他成了耶稣的接班人 教会的第一位教宗 和耶稣其他的门徒 继续把耶稣教导他们的道理 传达出去 让许许多多的人 也认识耶稣 请品尝圣言 主 为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去投奔谁呢 也让我们在生活中 活出圣言 生活遇到打击 原来的信仰不够支持你时 选择更靠近耶稣 更加认识他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我知道我对信仰的认识 还很浅 因此 请你给我开放的心 不断学习 感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 丈夫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聆听